好了,两个层面,第一,这个党组织非常严密, 证明苏联共产党过真了给它, 捉住手都是共产党,第二就是虽然人数不多当时来讲, 但是全部都是精英,纪律是厉害到, 绝大多数人,尤其是那个时代都长全家福, 这样都不行就不行,而是毫无保留地去遵循, 这个是毛泽东来的,那头说他变形法很厉害, 那头一他就跟着纪律,这个精神很坦白说一件事, 一路延续到现在,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, 千里之陷止于足限,中国共产党那个规条, 那个纪律多严密,第二,是一早开始, 对不对,第三是非常之有缘, 所以大家从这件事入面再想起中国共产党, 今时今日去管理整个新中国, 这个中国的时候,尤其是在习近平那种红材伟量, 和高尖远组的管治下,你们看看, 这个有力地将十三亿多的中国人凝聚成为, 一支庞大的队伍,是吧, 就是这样的时候,美国和中国, 今时都在中国打贸易战,自讨没趣,第四个四条。